原创森戏解压爱情剧《两个人的小森林》 开播之后好评不少 甜美的爱情剧还是很吸引人的 加上张彬彬的帅气 于舒心的可爱 还有剧中人物的设定都比较令观众喜欢 轻松解压 还能够欣赏到美景和好看的穿搭 着实不错 不过追剧之后还是不由感叹 甜美爱情背后 爱情中的双方势均力敌很重要 搞事业才是王道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剧中每一个人都很独立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独立 在自己专业的领域深挖 不管是张彬彬饰演的庄宇 还是于舒心饰演的于美人 亦或者丁冠森饰演的晋西 事业都很棒 庄宇是最新于科学院就的植物学教授 具备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认真用心付出时间和精力 不畏辛苦和危险 不怕困难和挫折 不图名不图力 只希望自己的研究 可以让中国的水平领先世界 庄宇真的是大好青年 年轻有为 深挖专业之势 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光发热 认真工作的男人魅力无穷 庄宇吸引于美人的 不仅仅是清秀帅气的外貌 还有有理而外散发的 专业魅力和领域气质 当然宇美人也很厉害 他不仅仅是美妆博主 拥有数多粉丝 还爱港敬业 专注自己的领域 每一次都用心对待 不怕辛苦 也甘愿配合 知道自己赚的是什么钱 也懂得尊重他人 而且宇美人在宣传上的思路 和想法也很厉害 他知道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知道粉丝的需求和想法 不会夸张 也不会虚化 即便用了美颜或者其他的特效 但美人鱼的确有大长腿 此外宇美人还是鸟类学博士 每一天也会抽时间来倾听鸟类的叫声 给可爱又生动的鸟拍照 在很多平台普及鸟类知识 他这个鸟类学博士是货真价实的 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和领域 庄宇和于美人表面上看 气质相符 长相相配 从内在上分析 也是势均力敌 他们从小都是学霸 一个是植物学教授 一个是鸟类学博士 学识匹配度也很高 何况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出彩 庄宇有庄宇的特长 与美人有与美人的优势 缘分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多的链接 虽然庄宇很多事情不知道 可是冥冥之中很多事情已然安排好 与美人很清楚 他是喜欢庄宇 并非完全处于抱负 庄宇也渐渐明白 他很在乎与美人 看到他想到他都会不由自主开心 这样的爱情才是最美的爱情 势均力敌 彼此独立 搞事业的他们更值得拥有美好的爱情 庄宇也好 与美人也罢 他们没有未来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 反而他们因为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为爱情助力不少 比如在与美人的指引和帮助下 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研究目标 而与美人在庄宇特殊视角的拍摄下 也收获了一波好评 互相成就 彼此独立 认真搞事业才是王道 拥有了职业光环的他们 更加有魅力 这样的爱情才更甜蜜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应该如此 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 不断培养自己的专业知识 懂得把握机会 施展才华 实现自我价值 创造更多的财富 当自己足够独立 拥有更强的人格魅力时 对的人才更容易出现 选择权才更牢固 爱情如此 亲情如此 不管怎样 甜美爱情背后 也需要事业做基础 别忘了 自己首先是自己